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997年以来 双方第三次在9月份同城接战 也是例行赛季倒数第七次系列赛 根据目前美国职棒大联盟MLB的战绩和战情 还有希望以外卡兹格基深季后赛 打都会对晋级的机会则是渺茫 不过 当晚在37288名球迷经过三小时23分观战之下 主队是以10比3高奏海哥 可队则是本季第70次在他乡失利 以及陷入七连败窘境 阳机队历年以来和大都会队交锋 战绩为75胜57败 此外 共有147名球员曾经先后效力过两支球队 先攻的阳机队在第一局上先持的点 第二局上和第九局上 分别倚靠贾罗 Joey Gallo和瑞佐 Anthony Rizzo的拳雷打各有斩获 但是此后全场攻守表现却乏尚可陈 双方在九局的比赛过程 在优质先发 左头把关 及时安打 满类短打 连打带跑 本类刺杀 捕手失误方面其实还有看点 打得会对26岁的先发又投手 梅吉尔 Tyler G.Maggio身高67寸 球路以四缝线速球和变化球位主 是又打者的克星 今年6月23日才亮相大联盟 当晚以98球述主投7局 面对打者25次 遭到对方击出四支安打一支拳雷打 送出前所未宪的十次三阵一次四坏球 责任失掉二分 平均防御率为4.06 拿下个人第三胜 以及生涯对付阳机队首胜 阳机队28岁的先发左头手 蒙哥玛丽 Jordan Blackman Montgomery 身高六尺六度 2017年4月12日加入大联盟 当晚是在休息五天后登板 仅以79球数主投3.1局 面对打者20次 遭到对方击出七支安打一支拳雷打 虽然送出六次三阵 也有三次四坏球 总共丢失生涯最多的气氛 责任失掉5分 平均防御率为3.71 苦吞个人第6败 以及在大兜会队主场首场败仗 阳机队28岁的捕手桑器司 Garry Sanchez 于9日在主场迎战 多伦多蓝鸟队第九局势 挥出本季第21支拳雷打 是连续七场比赛第四次击出红不让 然而桑器司在10日的比赛担任第七棒打击 不仅没有能够挥出安打 而且在第一局下 就因为镇守本类时 莫有能够玩下药 落实处杀对方开路先锋三雷手比亚 Jana Rafael 从他胯下抢尽本类得分 这个可以避免的重大失误 Bunder 主审裁判最初判决出局 后来经过大兜会队挑战 画面重播显示 桑器司手套高度未降 导致守株待兔不成 阳机队最近13场比赛 只有两次告捷 10日的赛事 桑器司 散雷手乌谢拉 Javani Asherla 和来自委内瑞拉的游击手 托瑞斯 Greiber Torren 兜出现手背 判断错误和传球马虎的场面 造成阳机球迷不解和不悦 彭广阳 2021年9月11日